各位一店員的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07年的7月29日星期天 我手上面的這一顆是在7月21號 從果園裡面的酪梨樹上面取下來的不知名品種的酪梨 眼前這顆果實非常漂亮 看起來非常可口 我們今天就把它採收下來 哇好大 好漂亮 好漂亮的酪梨 哇非常的漂亮的酪梨 好這顆酪梨 品質非常好 那好不好吃 其實還不知道 經過這一個多禮拜的判斷等待 首先第一個 確定它是在成熟的時候 是不變色的品種 然後不變色的品種 在上網去查它的果實的外型 我發現它跟不變色品種 這個時候成熟的獨棘早生 就是所謂的髒胺種 非常的像 因為它有明顯的果仁 它有仁線 然後又是不變色 所以我判斷這一顆 取不知名的枝條的這個酪梨 應該是張鞍足齊早生種 那如果按照分類它的開花型 是屬於B型花 所以如果是以這樣子分的話 那B型花 那我可能要在跟它合適 能夠配對的就是 上網去查了之後 是黑美人A型花的 早生的品種 可以花旗 還有開花的習性 可以跟它配對 這是將來的目標 那現在我要成熟之後 我要來切開這一顆酪梨的果實 然後現在請各位看畫面 那切的時候的感覺還有上網 有稍微做過查的資料 聽說張鞍的果實會偏比較 比較水水的 那以目前來看 它的種子還有果肉 果肉的顏色比較黃白 然後果實的狀態非常的好 也許可以再往個幾天栽 可能會更好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它的果實 開的時候這個地方 就覺得比較水 所以等一下吃的口感 就不知道是怎樣 那大家可以從它的外觀看起來 整個配對 果實算飽滿 然後裡面種子是屬於 就是它也沒有很空 可以搖晃得出來 那也沒有說飽滿到像 有一些品種整個塞滿了 但是它的配置還有狀況相當的不錯 那等一下我要試試果實的口感 那試果實的口感的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中段拍攝的時間 那就是給各位看一下外觀 這是我的手作的子栽的第一顆酪梨 然後接下來我們畫面當中看到就是 切下來的這一顆酪梨 然後它的皮跟它的果肉 可以完整很好的分開 那皮的狀態還算厚 但是它果肉跟皮分得非常好 那果肉的狀態 目前肉眼看來也沒有像網路上 所給的評價說比較水水的 目前看起來那個狀態各位可以看得到 固態的狀態還不錯 那待會剩下的就是口感 那口感的部分我們試過的時候 OK啊 那我就直接testo試試看 口感如何 這個是自家產的蒜頭加那個油膏 醬油膏 我試試看 相當不錯啊 跟市售的一樣 但是它的口感 嗯 還真的比較偏 口感比較 口感比較水 比較沒有像國外進口的哈斯酪梨 那麼的綿密 但是你自己種的酪梨這樣的口感 我已經非常的滿意 所以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吃的樣子不會水水 但是吃起來那個口感 那個口感是比較水水的 那能夠採的第一個酪梨 然後它的果肉狀態 相當的滿意 相當的滿意 我才吃第二口 非常的棒 所以只有你真正自己動手 自己試試看 到最後從照顧地質紀錄 到最後可以吃 這個過程可能就是從事自己 就是果樹植栽 家庭式的庭園式的 非經濟栽種為目標人 最高的境界 相當的不錯 然後果實要的中指的狀態 相當的棒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觀看 下次如果再有其他的 可以跟各位分享的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拜拜